相信亲爱的观众朋友 一定对于4月3号在花莲的大地震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 我们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 这个是新北市政府跟花莲县政府合作在百货公司的广场 举办了一项农特产品的展售活动 也希望让这个市民朋友们就近采购当地的农特产品 用具体的行动来力挺花莲渡过难关 今年4月3号的一场地震重创花莲地区 因此新北市农业局则与花莲县政府合作在百货公司前广场 举办亭花莲振兴花莲农特产品的销售活动 让市民朋友就近采购到当地的农特产品 一同用具体的行动亭花莲渡过难关 跟花莲推广活动 同时间我们的新北市农会 新北农产还有这个农会 在除了实体部分电商的部分也一起来投入 邀请了所有我们相关的单位 要一起不仅货要来到新北市 然后大家要豁畅金流 人也要多到花莲去 大家一起来携手前进 发挥我们台湾的爱 我们一起来让大家走向更好的未来 把所有的震灾发挥最好的帮助 现场除了可以看到大家耳熟能详超甜好吃的大西瓜之外 同时还有吉安寿丰香等各产区农业所推出在地的特色农产品 至于摆摊销售的业者更是把握这次北上机会 力拼销售量也获得许多市民热烈回响 这次地震然后花莲受到影响很多 然后我们游客都锐减饭店都没有生意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我们的农特产品 我们花生堂是手工做的 然后酥脆不粘牙 然后还有在地的蜜香红茶 都是我们瑞穗的特色 因为我们寿丰是黄金蜜的故乡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黄金蜜的一些产品做成礼盒 新北市这边与各位民众做分享这样子 并且帮我们这些业者把他们产品推销出去 那其他我手上的这个钓鱼书 也是我们利用我们花莲的米股粉添加 用台湾钓的原料来做添加制成而成 酥脆爽口 那也欢迎我们新北市 甚至台北市的民众 可以永远来帮我们做一个消费 力挺我们花莲的农产品 农业局表示 6月仍是花莲农产品的产季 希望透过这次活动率先 协助花农有收入来源 另外市民朋友如果没有赶上这一场 市府也将在6月3号到5号再加码 共同为花莲市农和寿丰香农会的 农特产品办理展售会 并结合市集等活动吸引更多的人潮 让花莲的农友有更好的收益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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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